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任何一個市府團隊 面對民意的監督 如此傲慢 我們的記者會 完全在表述市政政策 我們為難公務人員了嗎 我們在市府的 我們在議會裡面的記者會 每一樣都在討論市政政策 我們為難公務人員了嗎 市府面對民意 如此傲慢 這就是你蔣萬安市長執政的態度嗎 我想不管是民眾黨團 民進黨團或是國民黨團 所有的議員都有職權 可以針對市府的任何一項政策 提出質疑提出討論 我們的記者會 到底讓你為難什麼 為什麼要下令不准出席 為什麼要在記者會前半個小時 不准出席 今天不管是民眾黨團 或者是在座所有的議會同仁 我相信都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決定 所以 藐視議會這種決定 我提出三點 代表民眾黨團還有全體議會同仁 我希望議長或者是蔣萬安市府 可以給我們一個交代 第一點 我希望蔣萬安市府團隊 對藐視議會的這個行為道歉 第二點 我希望市政府針對這一次拒絕出席記者會的這個行為 提出一份書面報告 送給所有的議員辦公室 告訴我們接下來怎麼做 第三點 我希望市府承諾 未來對於全體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不可以規避監督 所知答覆的內容應該符合法規 公開透明如實回答 如實告知 面對民意的監督更應該表達尊重 議長是不是可以請你財事 請李四川副市長再出來回答一次 我們接下來請洪建議員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在做議員第十七年來 好像遇到一個會刊不出席 到沒有聽過說記者會不出席 會刊不出席 我記得那時候的議員叫做童仲彥 是因為他公開的指責 我記得是好農賓還是 對應該是好農賓市長的時候 然後公開的指責污蔑 好太太 所以導致於好農賓 要求所有的局處不准參與他的會刊跟協調會 但今天這個事情發生是居然連記者會都沒有 這是我是無法想像 難道針對記者會裡面 給市政府一個說明的機會 市政府都不願意來說明嗎 媒體到底取號與誰 媒體問我們完了以後記者會問完 也會去問官員啊 那一樣的問題難道今天沒有分藍綠 難道藍軍開記者會 藍軍的議員開記者會 那市政府就到嗎 綠軍的就不到嗎 民眾黨的就不到 無黨籍就不到嗎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剛才不知道 李世川副市長他為什麼生氣啊 但是議長 我覺得這件事如果記者會 這個問題如果不出現 不然有本事講話 我們從現在開始列 從此以後藍綠的議員 所有議員都不出席參與 讓議員唱獨角戲 讓記者後面再去訪問他 遊戲規則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希望議長這個東西 您本身也是個資深的議員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把他訂定一個 遊戲規則出來 只要不是污蔑 抹滅 甚至於人身攻擊的部分 我倒覺得市政府藉由這個記者會 是可以說清楚 說明白讓市民知道 跟議員之間的監督到底誰對誰錯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議長可以裁斥一下 謝謝 他們議員同樣要發言 綜合剛剛各位議員的發言 還有剛剛李副市長的回覆 我簡單會整如下 民意機關監督市政府 本來就有很多的不同面向 最主要的當然就是在議場裡面的質詢跟答覆 還有審查預算法案各方面 出席記者會也在廣泛的監督範圍之內 這也是過去的慣例 所以只要議員們召開記者會 是跟市政議題相關的 市政府本來就有義務 必須要派員來參加 至於層級多高 以及派何人出席 當然尊重市政府自己的決定 出席記者會的目的 是要表達市政府自己的立場 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自己去拿捏 大家做一個理性的溝通 我想這是必然的 所以對於大家剛剛的訴求 道不道歉的部分 我尊重市政府 不管是李副市長本身 或是蔣灣市長 要不要道歉由市政府自己決定 但是議會的立場 必須非常的嚴正明確 未來任何這方面的議員的監督 市政府當然要全面性來配合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那對於這整個事情的原委 我們也希望市政府 能夠提出一個書面報告 按照剛剛黃靖英總長所提出來的 給我們所有議員同仁們 一個書面的說明 那後續 對於議會所有的相關 和與法令的監督 當然市政府必須全面配合 這個不需要再多罪嚴 以上就做這樣的一個處置 好不好 謝謝大家